哈喽今天买了个电动车就到货了 就是在亚马逊卖的 那沃尔玛上面有买 那我买的是这个Nineboard Kit Scooter 为什么想买这个呢 就看到纽约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都有在骑这个车 然后我买了一个很贵的 我买的是ES4 是基本上是它最贵的了 原因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为什么呢 它因为它这个Model ES4呢 它最高速是可以达到每小时30千米 然后还有就是 一共可以跑45千米 28个Mile 那因为我住Amherst的话呢 Amherst去哥伦比亚大学的话 大概是应该是9.5个Mile左右吧 就是说来回的话呢 才只需要20个Mile左右 但是单程过去的话 大概只需要30分钟 就假设说中途没有红绿灯 一切都非常顺畅的话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为什么划算 因为700块钱的话 再加上一个58块钱 两年的保险是758 那现在纽约州 说错 现在是纽约的地铁票 好像没记错 一个月是125 那如果两年的话呢 地铁票的费用是3000块钱 那这一个Scooter买了的话呢 我是拿来就是代替地铁用的 就是以后就不去会买地铁票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 两年我是大概省了2250块钱 那如果他出了问题的话呢 我就打算保险公司应该会赔吧 毕竟买了两年的保险 然后他自己如果你不买的话呢 这个公司他会有一年的 我个人替一年的保险 所以就是挺划算的 就是比坐地铁安全很多 然后划算很多 然后他有说 就是如果你骑这个车的话 最好就是戴一个安全帽这样子 因为可能速度有时太高的话 因为他的速度会比单车快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会撞那点什么东西 就会飞出去 那么买这个车有两年 我觉得是需要注意 第一点就是如果到冬天呢 天气如果是太冷的话呢 他的续航能力会少了一半 他说他的电池能力会少了一半 然后回到正常温度的话 他的电池会恢复 所以这一个呢 冬天来说是不太好使的 但是就是下雪天的时候 也不会有人就是骑个车出去 大家通常都在家里面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这个车呢 他算轮子呢 就是是一个蛮厚深的一个轮子 但是呢 他还是不太适合在一些 比较破烂的路上面走 所以就是比较适合在城市上 我们城市里边使用 哈喽 那我现在就出门了 出门的话 这个东西呢 你就是可以这样提着他走 就很方便的 当然你可以手提 那我比较 手提的话就会稍微有点重 因为这个是一个30磅的东西 你也可以 也是可以拿来健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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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